各位來自全國高中職大專同學 各位貴賓大家好 非常遺憾今天無法到現場參加 第八屆全國高中職大專小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實地見證同學們小水力發電的創意和成果 但還是很高興能夠以露營的方式 表達我的感謝以及對大家的鼓勵 首先感謝所有的主辦單位提供這麼好的機會和資源 籌辦這場比賽 讓同學能夠盡情發揮他們的創意 還有對創造能源的想像 希望這裡所有的創意和成果 能為台灣的小水力發電帶來突破性的發想 讓再生能源的腳步能夠走得更快 2050近零轉型是國際共同的願景 也是台灣的重要目標 這需要政府、地方和民間長期協力合作 來帶動綠色轉型 台灣有豐富的水力資源 地形和流速非常適合發展小水力發電 它所產生的電力不但可以直接提供當地社區和居民的使用 同時也是綠色能源可以帶動地方創生的發展 一直以來我對年輕朋友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的能力充滿信心和希望 我知道你們總是能用令人意想不到的創意讓大家知道 解決問題不只是只有一種方法 看問題的角度也不只是只有一種方式 而是多元、多面向的 感謝今天所有的同學參與 2050近零永續需要我們一起努力 我很期待未來能看到同學更創新、更有效率的小水力發電設計 用你們的創意和想像力讓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預祝今天的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